高雄縣長楊秋昕 他積極要爭取民進黨的大高雄市長提名 但是最後沒有如願 會不會幫助陳菊呢 現在都還不知道 但是昨天他卻幫市議員參選人潘晶英 來助選 要跟陳菊力挺的參選人打對臺 和市議員參選人潘晶英踏上宣傳車 高雄縣長楊秋昕要幫忙爭取選民支持 爭取大高雄市長提名失利的楊秋昕 經過好幾天心情沉澱 週三晚間出現在參選人的告示場合 表他要支持潘晶英 迎戰市長陳菊所支持的市議員參選人洪平朗 要栽培新人潘晶英很優秀 他長期來從事這個婦女運動 照顧弱勢的婦女我很感動 所以今天特別要支持潘晶英 讓他出現 和市長陳菊支持不同的參選人 被解讀是大高雄市長初選的延續戰 兩個人的競爭是否還有後續發展 外界都在看 民視新聞 宗里佳龍 高雄市報導